台湾进口弹争已持续延烧 明眼人都知道这其中有问题 民进党的现实民代参选人也不敢硬拗 民进党集民代高嘉瑜上政论节目 谈吃蛋经验被人抨击 是被鼓逼得高嘉瑜又出面澄清 高嘉瑜很气愤 就是因为被台湾作家古林公开质疑 负荷蓝营攻击鸡蛋问题 请他们指出说哪一段是负荷 哪一段是攻击 请他们明确指出 但是他们到目前也都没有说明出来 不是他用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 没有说过的话塞到我们嘴巴里面 不只嘴上回击 高嘉瑜还身体地形 直接在对方脸书留言 贴上自己上节目的竹子稿正面对决 不过对近期持续发酵的进口弹争议 高嘉瑜似乎还是小心翼翼 执政的表现当然也会有所影响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农业部 能够赶快把近期的争议跟疑虑 能够解释清楚 赶快说清楚 尤其是对于食安的疑虑 这个才是大家最关心的 不敢骂也不敢挺 就怕受进口弹风波 牵连到自己的明代选情 有意思的是 没拼连任的明代 以及民进党的不分区明代 倒是继续力挺陈极重 不过争议延烧 民进党内外市井灯闪起 趁集中下台能否止穴 还得继续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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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